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落在本月30号 目前现任总统博索纳罗以及前总统卢拉之间 竞争激烈 选情胶着 由于博索纳罗任内大侃教育拨款 引发学术间怒火 大批学生星期二在圣保罗 以及李约任内卢慈威 拒绝博索纳罗连任 单日今年 巴西政府就冻结了将近30亿雷亚尔 或相等于60万美元的教育经费 令许多大专学府陷入经济危机 在第一轮的总统投票当中 卢拉获得大约48%的选票 博索纳罗则有43% 由于没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 必须举办第二轮投票